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最近图片生成视频太火爆了 全球首发的最新功能 可以通过导入图片 让指定的影片当中加多个主体对象 来结合制作一个完整的视频 那么这里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参考图片 提供主体就能来生成一个你想要的视频 比如这里一个女孩再给了她一件衣服 最后给了一堆火就生成出来的 这个女孩子正在穿着这个衣服 正在这个火场救火 那么这个都是我导入的图片来指定生成的 加上一个简单的提示语 那么本期视频的小游就来教大家 怎么样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视频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Vidio的一个首页 这里你可以直接用你的一个邮箱来进行一个登录 新手朋友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积分在里面的 有赠送积分 那么每个人进来它是有一个80积分的 每天会有80积分的一个免费赠送 Vidio这款它是AI影片生成工具 那么我们可以在右上角这里看到 目前Vidio它是1.5版本的 之前小月也用过它 那个时候只有1.0版本 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文本生成视频 和图片生成视频 那么现在的1.5的版本 增加了一个参考生成视频 今天主要就给大家来讲解这样一个功能 那什么叫参考生成视频呢 这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里相关链接在描述 大家可以登录 登录进来 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创作 第一个可以看到是图生视频 第二个就是参考生视频 第三个是文生视频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中间参考生视频 这个意思呢 我们可以提供主体 提供主体的图片 比如说人脸的图片 衣服的图片 还有场景的图片 包括呢 还有一些环境的图片 AI呢 可以将这些图片呢 连接起来生成人物一致 衣着一致 环境场景一致的一个影片 或者呢 你也可以把人的一个正脸 侧脸 不同角度 不同表情的图片呢 来作为一个参考图 来生成一个视频 那么AI呢 它也可以通过多个角度呢 更好的 在这个视频里面来复刻角色 那么在这个角色 不同的动作呢 它也能保持一致性 那这个呢 就是小鱼儿做的 给了一张美女 给了一个海边的图片 让这个女孩在海边奔跑 就是这样的一个视频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合适的图片 有的我没有图片怎么办呢 那么这里呢 大家也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使用AI工具 来帮我生成 比如说这里呢 我用的是一个GPT4O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儿 你需要什么图片 可以直接让它帮你生成 帮我生成几多 帮我生成一束玫瑰花 让它帮我生成一束玫瑰花 真实拍摄的 这个描述给的详细一点 这里 因为我今天使用的有些多了 目前呢 它已经到达一定的量了 所以这里我让它先给我生成一个提示 那么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生成图片 这里呢 我推荐大家使用的是这个Lanado AI 那么这里直接让GPT给我提示语 那么这儿我用的是GPT的一个4O的一个模型 这里你可以用GPT来帮我们生成一些提示 我们直接把这个提示复制来到这里 Lanado Lanado呢之前小优也出过教程了 大家可以看 它是每天也有150个几分可以免费生成图片的 这里呢进来之后呢我也会把Lanado的一个注册链接放在描述栏 大家没有的朋友呢可以先去注册一下 我们把提示给它粘贴到这个上面 这里直接点击一个生成 这旁边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比例 这边比例可以看一下 1比1 16比9 OK那这里花呢我们就有了 直接把这个把这个玫瑰花来给它保存一下 这里有个下载按钮点一下 这里图片有了 那我们再生成一个美女 让它帮我们描述一个美女 那现在呢任何都不用我们自己去思考 直接用GPT就可以了 直接有什么想让它帮我们一些文案都可以找它 这儿可以翻译成一个英文 这儿我们加一个背景 背景让它是纯色 背景是白色的 这里可以看到它生成出来 这里它是有背景的 我把它换成一个点一个生成 这里呢每天的分数 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一个积分还剩余多少 每天是150积分 如果说用完了之后呢 你也可以点这里有一个订阅按钮 它也非常便宜啊 每月只需要10刀啊 一般的10刀24刀的 你可以看一下哪个适合你 积分非常多 按年支付 那也可以按月支付啊 按年支付更优惠看一下啊 这里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定 我们这里点一个返回 点这个Image OK这里就生成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眉绿保存一下 那么接下来回到跟Video这里 把这个眉绿点进来 再把这个花加进来 OK这里如果说你还需要再需要一个环境的话 那你这里还可以点一个加号 点一个加号之后呢 这里你还可以再上传一个主体 或者说一个场景 比如说海边啊 怎么样的呀 这里比如说我点一个这个海边的图片 OK 三个一起加进来啊 有人物 有花 有海 这我就直接写 女孩抱着一束玫瑰花走在海边 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四秒啊 目前为止呢 只支持一个四秒啊 八秒我们还 还不能使用 这后面有个尺寸啊 也只能选择一个16比9 四秒选了 这里尺寸啊 选好之后呢 我们就点一个创作 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呢 需要排队一分钟左右 你也可以选择订阅 目前我们免费的 我们就稍微等待一下 这个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积分了 每创作一次 这里他只使用了四个积分 那么你想要什么图片啊 就可以先用这个 Lanado AN来把它生成 生成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啊 如果说你有图片呢 也可以直接用你的图片 那么我们用 AI生成出来的图片呢 它有一个好处 它没有一个版权的风险啊 我们不用担心啊 会有一些版权的影响 所以建议大家呢 都用AI来生成 提示语呢 就可以直接让GPT呢 来帮你生成 OK这里已经好了 来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还是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看一下 女孩抱着一束玫瑰花 走在海边 那这个场景 是我刚才提供的场景 花是我提供的花啊 这个女孩呢 也是我刚才提供的这个女孩 穿着白色的T恤 这就是我们结合了啊 三个呢 真诚的 那么接下来呢 你也可以选择使用两个场景啊 这里把它删除 那再点击上传一张图片 上传一个女生 再上传一只小兔子 我这儿就女孩在和小兔子玩耍 女孩在和小兔子玩耍 点击创作 这里稍微等待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这里呢 还有个AI启发灵感 你点一下啊 这里呢 它会自动的 有一些主体 会给你一个提示 你这里再刷信一下 这里一个女孩 这里有金鱼 这里有一个 有一些花啊 女孩手心 蓬布着一只半透明的金鱼 这个我们可以点击一个生存来看一下 你想要使用它的也是可以的 它里面有不同的一些主体 看一下 它有给我们提供啊 大家也可以拿这个来先来测试一下 OK出来了 我们打开看 看一下啊 女孩 在和小兔子玩耍 这个人物呢 是一个卡通的人物啊 稍微不是那么的 近人意啊 也要来多生存几片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AI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语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呀 女孩手上捧了一只金鱼 这个真的非常不错 只要你的图片给的到位 你的主体给的到位 你的提示词呢 简单的描述一下 基本上呢 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 它除了这个参考生视频呢 有一个图生视频 还有一个文生视频 你直接用文本生存视频 也是OK的 那么这个新功能啊 真的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 朋友们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相关链接呢 我都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描述哪里 那总的来说呢 Vidio的参考生 视频的这个功能 与影片制作呢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那让我们广大的一些用户呢 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 生成一些逼真的一些影片 然而呢 它也有一些限制和不足啊 也需要改进和完善 随着AI的不断发展呢 相信未来呢 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么像这样子的 文生视频 图生视频的APP呢 还有很多啊 AI软件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Freaky AI 那么也可以通过一个提示呢 来生成一个视频 它里面呢 也是啊 非常多的一些人物素材 语言呢 也是啊 多样化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配音源都有啊 这个呢 Freaky呢 小鱼儿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啊 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一下 那么还有这个 InVideo AI呢 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 文生视频的一个APP啊 它能生成出来比较真实啊 这个大片的一些影片效果 那么这里所有相关链接呢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来啊 感兴趣的伙伴呢 都可以来一一探讨一下啊 看看哪一个 文生视频 图生视频的AI功能 AI软件呢 更适合你 OK 今天小鱼儿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儿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